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穿子布的具体的站的方法 因为穿子布相比我们别的太极拳 它的优势比较明显 别的太极拳的钉子布 相对来说有一点 是很灵活 反映起来有点慢 但是穿子布因为这个站法 让你能够周身灵活 下面讲一下穿子布的具体站法 两个人站站 不要打手鞋 两个人相对一站 稍微往后一点 稍微往后一点 怎么站 相向而立 然后各处半步 往前 直接往前 一是右脚 右脚 对 都是顺脚 往前半步 对了 要不大不小 不要把后脚这样一撇撇开 撇开这样就成了钉子布 钉子布对它就成了一个侧面的 跟对方就成了侧面的这个站立了 但是穿子布这样总是还是一个正地面 推手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人推手呢一定要两个人正对 身法上的正 这个是太极拳里面最非常讲述的啊 身法要正 再一个就推起来的时候呢 这样呢前后坐 前后坐 只有这个钉子布能够保证你前后呢 坐 坐一下 你坐一下 跟着我坐一下 对 对 对 这样我会坐 对这样坐 坐回来 能坐回来 而钉子布呢 往这就不好坐了 就坐 就坐这样坐 就 哎 就倒了 所以钉子布和穿子布的这个区别呢 在这呢 优势呢 和劣势相比较呢 它的优势在这是比较 比较爱对 坐右都可以 那么具体怎么怎么怎么在呢 你可以呢 哎 我们在脚下呢 画一个一个正方形 哎 前面的正方形 这个前边后边啊 这要画一个正方形的 我们的两只脚 基本上就在两个 两个脚上 在正方形的两个脚上 这样的 你就能保证你这个正方形的爱 基本上 对 就是这一个对角线 45度的 啊 这个后脚呢 稍稍撇一点也可以 但是不要撇大了 撇大了 就成了钉子布 钉子布推一时呢 是非常难受的 你这样去跟人家推 是一个侧面的 人家给你一个 一个这个侧力呢 马上就不稳 所以呢 再跟大家再讲一下 钉子布的 战法呢 哎 往前 啊 是吗 穿子布 啊 穿子布 穿子布呢 就是往前啊 卖一小布 然后呢 要保证这个布呢 不大不小 不要太大啊 太大了也不灵活 穿子布最大的优点就是灵活啊 让你身法的更活 所以呢 这一脚下 无视太极拳的穿子布 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这个呢 在推手的过程当中 甚至在具体的 这个我们的搏斗当中呢 都是有用的 都是身法保证 身法灵活的一个重要保证 我再多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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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多一下